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戏剧男神谢家健 今日现身台中出席日电讲活动 当天他以帅气造型现身面带笑容的与众人打招呼 还亲自为粉丝们包装鞋子 清明真诚的态度令粉丝们赞叹不已 期间谢家健被问及了近来的性骚扰议题 以及是否有过类似遭遇 对此他坦言这是个人感受的问题 没有一个标准判定 有没有经历过性骚扰 而且每个年龄阶段感受也不同 他认为小时候同学们都很调皮 男生可能互抓下体或是拉扯女生的衣服 当下小朋友们只是在玩闹 但在市长眼中或许就不是了 因此他呼吁众人 只要对别人的言行举止感到任何的不舒服 都应该当下发生反应 或是向身边信任的人求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